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亲爱的朋友 平安陪伴你在空中的佳佳 在这里向你问好 不知道朋友 你在与朋友的互动当中 你最享受的是什么呢 很多人喜欢跟朋友互动 是因为在这过程当中 他觉得非常的放松 有些人是因着跟朋友的互动 让自己不断的成长 有些人是因着和朋友的互动 让自己的视野更加的宽阔 不过你是否知道你在朋友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人呢 或许有些人会说我在朋友眼中就是一个开朗乐观的人 又或者我在我朋友眼中是一个胆小的人等等 不知道当你听到朋友用他们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来形容你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的描述贴近自己吗 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需要朋友 不可能一个人从小到大不需要与人接触 就算今天有一个人他没有什么朋友 但是当他今天要出社会工作的时候 依然需要与人互动 或许有些人会说现在流行SOHO族 也就是不需要到公司上班 不需要跟许多的同事或者是老板沟通 只需要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创业就好 但即便如此 自己创业也需要与人沟通不是吗 你需要了解一些专业知识 又或者你有些客户 那么当你与客户沟通的时候 不也是一个人际互动吗 今天在空中 佳佳就要和你分享一则施以诺医师 所写的一篇小短文 这篇小短文的标题呢 叫做让你的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 也就是无论你在哪边做什么事 都会让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而且深深觉得与你在一起真是快乐 也很期待每一次与你的相处 一段愿后就让我们来听听这则小故事 让你的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 一只蜜蜂和一只黄蜂正在聊天 黄蜂气恼地说 奇怪 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 同样都有一对翅膀 一个圆圆的肚子 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 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 黄蜂接着又愤愤地说 啊 我真不明白 真要比起来 我有一件天生的漂亮黄色大衣 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 我到底哪一点不如你 蜜蜂说 黄蜂先生 你说的都对 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 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 请问你为人们做了什么呢 黄蜂气急地回答 我为什么要帮人们做事啊 应该是人们要来捧我才对吧 蜜蜂接着说 你希望别人怎样带你 你就得先怎样带人 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 觉得 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 才华能力 但却没有人懂得欣赏 在人们眼中 似乎总被忽略冷落 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与黄蜂一样 一个人在这世界上的价值 不在于其拥有什么 乃在于其为旁人付出了什么 不在于其拥有优势 才华或能力 乃在于用那些优势 才华能力 为旁人贡献了什么 一个人的存在 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么纵使他拥有再好的条件 也是枉人 让我们的存在 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我们的存在 为别人带来香气 让旁人的日子 因为有你 而变得更加美好 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 多帮忙一件小事 都可能会有 许多意外的惊喜 与感动 想一想 你所处的团体 学校 办公室 有否因着你 这个人的存在 而变得更美好 更和气吗 亲爱的朋友 在我们一生 学习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 相信不会总是一帆 风顺 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情绪被影响到了 而不愿意再次敞开心与人分享 甚至会用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来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 但圣经上说 但圣经上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因此有一颗喜乐的心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乐意拥有一颗喜乐的心 那么相信你的存在必定会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因为你这喜乐不单单是你自己心中满足 也可以让你身旁的人感染到你心中的喜乐 相信若是这样的相处环境 必定会让所有的人都轻松愉快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接近尾声了 最后这家就要在空中和你分享一首歌曲 是来自圣小梅所创作演唱的活出爱 这首歌的歌词呢 说到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深 测不透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甘心给 用心爱 把心中这一份爱 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点燃我 心中熊熊爱火 我们一起向世界 活出爱 看望这首歌曲的歌词内容 可以成为你我的激励跟帮助 那我们就一同在这首歌曲当中 互道晚安 下回同一时间 就将与你空中再相见咯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深 测不透 摸不着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甘心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这一份爱 化出来 耶稣的爱 这一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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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心中这一份爱 活出来 心灵完岛 祝福你 天天经历神 步步与主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